这里非常非常热 而且那个辐射非常非常大 人是受不了的 但是如果这个东西也坏了的话 就要有人进来 那个人只要在这工作一分钟 他马上就得出去 如果三个月之内他们 这边是长江 这边是乌江 天气好的时候 在这可以看到黄色的水和绿色的水的交界线 大家好 我们今天在福岭 今天我们在这不仅要吃这当地特色美食 还要去一个特别的地方 我很期待 坐了一个多小时公交车 终于到了 是的 请你认识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建了一个小军营 816供销社 你好 这是啥 这么多大柚子 战柚 战斗的柚子 15块钱一个 战友的意思 帮我们挑一个好一点的 我们自己不会 要挑柚子要重的 的话就可以 行 好好好 这里面这么大 吃这一个柚子 感觉吃一顿饭了 对 差不多了 也是 挺好玩的 好 谢谢 谢谢 你像举着一个大地雷一样 这是我们简单的午餐 这么红了 好贵 好吃 好吃 味不错 非常酸甜 这个 嗯 好久没吃到这么有味的 对 肚子 哇 真好吃 吃饭 快吃了一半 我们今天逛的这个地方是816河工城 它是一个1960年代建立起来的一个防空洞 加上研究核设施的一个东西 这个地方旁边有一个镇 叫白韬镇嘛 刚说要建这个的时候 那个镇就有6万人 嗯 6万人 就一下就全 没有了 What 就是全被转移到这个里边 然后修那个洞了 这个应该是全世界最大的人工挖出来的洞 No No 有点怕 怕啥 我怕洞 不知道你们没有来过这个地方的人之前 有没有听说过这个816工程 哇 到了 害怕 我怕 我怕 刚才他说在这个洞里边 你必须得跟着他走 如果你要乱走的话 就会迷路了 我怕 我们怕洞里边 他怕啥 他怕怕 他怕 你不要 你怕 有点子 我怕 不闲 有点子 噢 诶 这 的话 这个洞就是从乌江往反应堆里边输冷却水的 他说在铺水期的时候 只要把这个洞打开让它进水 乌江这一段的水就会被抽掉三分之一 哇 这么多 嗯 那个时候被招到这里的士兵 从进来的第一课起 最重要的颜色就是保密 他们这一辈子也不能跟别人说 不过他们是在哪工作 也不能给别人留任何一个通信地址 连他们父母妻儿都不能告诉这些事 这是整个816工程的地下透视图 非常非常的大 这一个烟囱在地上有150米 地下还有150米 他负责把整个地下的废气给排出去 我们现在已经下到地下好多层了 这个都是水泥的 嗯 刚才有人竟然在接电话 对啊 怎么可能 在慕尼黑坐地铁的时候 就已经不能打电话了 是的 这个地方就是和法云堆的锅底 当年这个地方就是辐射最强的地方 嗯 然后你看这个上面 这些小洞 哦 就是插那个燃料棒呢 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热的 如果它要是变形的话 嗯 就需要用这个机器 嗯 把它从那拔下来 这里非常非常热 嗯 而且那个辐射非常非常大 人是受不了的 嗯 但是如果这个东西也坏了的话 嗯 就要有人进来 那个人就要从那个小门进来 嗯 那是一个签门 然后每一个人在这里 最多只能工作一分钟 因为这里的辐射是一个几万倍 嗯 所以说那个人只要在这工作一分钟 他马上就得出去 出去他就得送去疗养院休息 如果三个月之内他没有任何问题的话 嗯 他就可以退休了 他这辈子不需要再工作 但是很难 嗯 大部分人如果经过这一分钟的辐射的话 他就会四肢溃烂 然后内脏就癌变什么的 就直接就 这就是那个逃生的签门 特别小 签了 然后这个门据说有一吨重啊 这个是仪表式啊 然后这里每一个仪表就是控制刚才那个核反应堆里的一个燃料棒 这个棒正常的话就是绿灯 如果那个棒有问题就会出红灯 怎么样这地方吓人吗 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吓人 我最怕的就是非常窄非常小的小洞 对我来说就那种巨大的像刚才核反应堆的那个房间 然后冒着绿光 我觉得也挺吓人的 是的是的 现在不是有人说有那种叫巨物恐惧症吗 其实那种密闭的巨型空间我觉得也挺吓人的 太大了 这在60年代是怎么凿出这么大的洞啊 这要过了几万年之后 那时候人考古再进到这个里边 就又不知道这是干嘛用的 嗯 终于出来了 对啊 哎 外面晴天了呀 是的 茯苓这很少晴天啊 是的 好了现在是晚饭时间 我们等会儿就要在这吃这个豆花饭 嗯 豆花饭是在四川的地区很常见的一种饮食 而且据说这个豆花饭就是从茯苓这来的 各色是什么 他们会在那个蘸料里边浇一勺热油 这家是茯苓比较大的一家 卖这个豆花饭的 分到分到 对你就在这吃 哎你好你好 你好 哇哦 哦 这是浇尼有不同的口味的调料 哦 这个是热油啊 哦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豆花啊 哇哦 就是在这种很大的一个锅里这样煮出来的 外观有点像北方的那个硬的豆腐 但其实它很软 不过又要比正常的豆腐脑要硬一点 这一样切得好准啊 这一碗大概是多少啊 没有情况 哦就是感觉 就是大概是 我们自己不太会弄啊 对对对 让这儿的阿姨帮我们调一下 我感觉阿姨就是每一样东西都放了点啊 但是它这个多少的比例可能我们找过不太好 最关键的步骤来了 哇这油一淋上去特别香 特别像这个卖豆花饭的店里边啊 这个饭都是自己随便填的是免费的 都有一个这样的打盖子 就是这样打开 我们的烧白来了 对对对 哇哦 哇 饭菜都齐喽 福林最有名的应该就是他们的这个榨菜 不会太咸吧 不咸 不咸 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豆花饭 这个超级好吃 这里边最关键的是有很多那个烧辣椒 再用那个热油一浇 哇简直就是比肉的好吃 之前我们第一次吃这个还不是太会吃 好像你每次 一点也不懂 对要夹一小块 特别嫩特别香 非常非常好吃 真的是比肉怀好吃我也觉得 而且他们这边豆腐做的特别好 是的 就是豆腐味 特别香 对 不知道怎么做出来的 这个烧白也是四川这边的一个特色菜 就是上面应该有点像红烧肉 但是就是蒸的特别特别软烂 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就是太难了 最爱吃的就是它的那个菜 下面应该是梅干菜 它就是有一种那种陈年旧菜的味儿 太好吃了 我觉得四川人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他们能把这个辣椒的蘸料 拌的特别特别的香 对对对 是的 我感觉只要用他们这个东西 你把任何的菜啊肉啊什么的 在那个辣椒里蘸一下都香的不行 嗯 嗯 我有时候在这些地方吃的这些特别的美食 嗯 吃完之后我有一点点伤心 嗯 哦因为你也吃不了 对啊你只要离开这个地方 吃了对 你就不可能吃到跟它一样的东西了 嗯 嗯 比如说在这你吃了这个豆花饭 对 你离开福林 嗯可能在成都重庆你也可以吃 但是它没有这边那种 味儿 对这个味儿 比如说我们在苏州喝了他们的那个绿豆汤 像厦门吃了他们的那个沙茶面 你不在那个地方你就吃不到 小地方的特色哪个是印象最深的 当下此时此刻永远都是印象最深的 嗯 在我们前面的视频很多网友都在聊 吃的这个东西便宜或者贵 但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说这个完全不是个问题 我们并不觉得贵的东西一定就要高于 便宜的东西或者是一定就会比便宜的东西更好吃 就这样一份七八块钱的豆花饭 我觉得你可能一百多块钱的东西 它真的不一定比这个好吃 那肯定啊 对 所以价格和价值是两回事 还有你的那个体验也非常重要 我听说你是密西林老师 给不给那个密西林心 我就是跟那个饭好不好吃有关 也跟气氛有关 但我觉得特别贵的餐厅的气氛 对我来说有时候不太舒服 给我有点压力我感觉 所以我反而喜欢这种没人管理的小餐厅 吃饭吃了一半 这个外面有一个卖这个东西的 诶 等一下 您好 您好 吃吧 这个是什么呀 吃吧 哦 我要一个 吃吧 吃吧 三块 卷瓷吧 还是什么 啊 热口感 哦 就是像那个什么驴肋骨 外面那个好黏 里面那个特别干 就是那个口感非常有意思 你也得咬一口 挺好玩的 有一段时间吃完之后 有一段时间说不出来话 有粘又干 是吗 这里边很多大粒的白砂糖 嗯 然后可能就是花生粉啊 嗯 又香又甜 嚼得好累 是呢 这个东西三块钱 但是不代表 就是一个不值得吃的一个便宜东西 一点五指 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好吃 对啊 所以有时候真的 跟价钱没关系 对 要喝这个豆腐水 原汤化原神 好了 今天玩也玩了 吃也吃饱了 觉得在福林的这一天 特别开心 嗯 是的 真的值得来 大家如果有机会也来的话 推荐你们也尝一尝豆花饭 嗯 还有那个芝麻 非常好吃 嗯 好了 拜拜